穷人变富的过程中 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大家都想知道到底该怎么致富 今天这期视频凭借我个人的见解 就斗胆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 全文三千字 也许不会有流量 希望需要致富的你可以看完 很多人可能觉得没有原始资金 没有背景 不能拼爹是穷人最大的发展障碍 我并不反对这是障碍 但他们还算不上是最大的障碍 对穷人来说 最大的障碍在于没有见识 穷人之所以是穷人 根本上讲 就是穷在见识上 他脑海里所储存的 关于富裕的见识太少 做什么可以致富 如何做才能致富 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资源才能做 这些问题 他要么一无所知 要么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所以 从穷到富的这条路 对于他来说是断线的 你走在一条断线的路上 又怎么可能达到目的地呢 但假如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 你都能回答得一清二楚 然后你又肯努力 那便富就会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你凭什么能回答这些问题呢 就凭见识 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故事 一位记者在山上看见一个放牛娃 于是就问那个放牛的小孩 你那么辛苦的放牛 是为了什么呀 我放牛是为了牛长大了能卖钱 记者又问 那你挣钱是为了什么呀 为了娶媳妇呗 娶完媳妇呢 生娃 然后呢 让娃放牛 我爸就是这么做的 在很多中国父母的眼中 这个孩子的这种回答叫没出息 怎么只有这么一点俗气的志向 他为什么就没有去想当个什么科学家 企业家之类的呢 如果你真到过偏远的贫困地区 体验过他们的生活的话 你就知道 这孩子的回答有多接地气了 不是他不想 而是他根本就想不到 他的人生经历 教育经历 周围环境的榜样示范 都没有给他见识到一种新的可能性 你让他怎么去想 人永远不可能获得见识以外的财富 所以 有句话说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其实不准确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见识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所以要想变富 首先不要问自己有多少资本 而是要问自己有多少关于变富的见识 具体需要哪些变富的见识呢 其实我上面提到的三个问题就是基本线索 一 做什么可以致富 首先你得见过足够多足够细致的致富机会 它们是你走向致富的种子 做什么可以致富 本质上是一个前景判断的问题 这个世界360行 每一行都有无数大大小小的致富机会 你知道多少呢 你别告诉我说 知道啊 卖菜 卖衣服 开餐馆 做烧烤摊儿 做直播 做投资都是机会啊 你可以认为这是致富机会 但并不属于你的致富机会 因此 知道这些信息 对你是没什么用的 虽然你知道它们能赚钱 但你并不知道 其中属于你的赚钱点在哪里 那么这类行业机会摆在你面前 你还是只能干瞪眼 那怎样才能发现 真正属于自己的致富机会呢 要学会纵向深入的 去了解一个行业 比如 你说我对服装行业比较感兴趣 那服装这个行业 涉及的上中下游产业 分别都有哪些环节 从服装设计到加工 再到代理 再到零售这整个产业链条 带动起来的商业机会都有哪些 哪些机会利润空间大 哪些机会利润空间小 各自的优势 劣势 竞争度如何 你能做的有哪些机会 再比如 你要做餐饮 那整个餐饮行业的上中下游产链 都有哪些 每一个环节中产生的大商机 小商机又分别都有哪些 各自的利润空间如何 哪些是属于你的菜 等等 这些都只有先深入去了解 对比 你能做的点在哪里 利润前景如何 你才能心中有数 这样才算是在做什么 可以致富这个问题上 有基本的见识 很多人是不是这么做的呢 不是 他是看到路边某个服装店 生意火爆 于是就开始畅想 我也选个这种路段店铺 照着他的做 肯定赚钱吧 于是就滑滑滑砸钱 开店铺 装修 进货 结果 大概率熬不过三个月 就关门大吉 如何做才能致富 同样的好商机 有的人做能赚钱 有的人做就亏钱 为什么 跟怎么做有很大关系 简单说 就是你并没有见识过真正赚钱的人到底是怎么个赚法 这跟当年在学校里读书是一样的 在同一个班里 享有的教育资源 教师水平 大家的智商都差不多 但成绩却千差万别 致富也是一样的 在如何做才能致富 的问题上 我们要重点去见识的就是每个行业中 那些真正做得好的 稳定赚到了钱的行业状元们到底是怎么赚到钱的 他们的赚钱思路 操作细节 你见识的越多 越细 你对其中的赚钱门道把握就越透彻 那么当你自己真正投身其中时 你离赚钱也就越近了 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资源才能做 在向行业状元学习时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一定要仔细考察 琢磨别人背后的资源 背景 条件 任何能成功赚到钱的商业项目 都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靠一个什么简单的商业模式 照着复制就能成了 商业模式只是冰山一角 水下面拖起这个角的庞大底座 才是商业成功的关键 比如 滴滴的模式 你可能觉得很好 但你能操作吗 你没有人家的背景 资本实力来不断地烧烧烧 它的商业模式对你就毫无借鉴价值可言 再比如 你看李子柒 人家的乡村生活是 一拍一个火 你要是以为自己照猫画虎的去做 也会火就想多了 人家能够火起来 背后也是一个强大的资本运营团队在支撑 所以 跟学霸学习 不要只带着水面上看得见的部分去学习 更要重视水面下隐藏内容的学习 具体来说就是 从产品定位 设计 包装 到商业模式的设计 到运营 再到资本投入 以及盈利的关键操作点 在哪里等等所有的环节 实操细节 你都要全面地了解学习 这样你才不会因为管中亏报 而让自己陷入东施笑评的困境中 你说 这些我都搞清楚了 问题是还是做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他们的条件 我要团队 没团队 要资金没资金 就没法借鉴学霸们的操作 怎么办 这其实是一个学习对象选择的问题 出现这种问题 都是因为你选择的学习对象离你太远了 你不能选择那种比自己高太多的学习对象 这样你的信心只会严重受挫 正确的做法是 选择资历背景级别跟自己都差不多的学霸来学 比如 你现在是个三无人员 无资金 无背景 无人脉 那你就找跟你一样是三无人员 但已经获得了一定成绩的人来学 比如 地摊摆得好的 烧烤卖得好的 这些都是只要你把其中的门道摸清之后 即便是三无人员也可以迅速上手的 那么地摊状元的实操经验就完全可以被你嫁接过来 假如 你现在有点小实力 那你就选择当初实力跟你差不多的 但现在已经成功升级了的人来学习 这样他的很多成功过经验 对你就是基本实用的 按照这种节奏 步步为营 一接一接地往上走 你所追求的富迟早属于你 大多数人追求致富 并不缺努力 真正缺的是精细的学习能力 如果你懂得围绕上述三大问题去大量的学习 见识 见识的足够多 足够细 那么 即便没有多少资本 人脉 你一样有机会摆脱贫穷 走向富裕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不管阶层固化的论调 再怎么盛行 你总能看见 有那么一小部分人 人家就是纯粹的草根 白手起家 仍然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他们能逆袭 没有什么秘密 就是人家的见识比你更多 知道的比你更细 更精 又很努力 是就成了 这意味着 属于你的机会 总是在的 就看你能不能开启你的见识之眼 去发现他们了